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六之二光电效应 什么是光电效应呢 就是光与电的效应 其实在生活中有很多的光电效应的例子 比如说男生常常去上厕所的时候 就会遇到光电效应 我们总是会遇到一台机器 那台机器你靠近它就会 远离它就会 就是自动冲水器 自动冲水器它是不是透过感测光线 然后启动它的电子电路 还有冲水开关 它的背后原理就是光电效应 还有像我们的手机 我们的手机的相机也是接收外界的光线 储存成电子讯号 所以它的背后原理也是光电效应 那其实光电效应呢 在不只是应用很多 在历史上科学发展上有很重要的地位 我们今天就从科学发展的角度 来说明它的重要性 首先我们复习一下 4-4曾经提过的光是一种电磁波 对不对 光是一种电磁波 这是谁预测的 谁预测光是一种电磁波啊 就是提出马克斯威方程组的那一位 马克斯威方程组 是谁提出来的 就是马克斯威 所以马克斯威他预测了电磁波的存在 对不对 而且他还说电磁波的波数 刚好等于光数 所以光是一种电磁波 但这是他的预测 那是谁帮马克斯威做的实验 证实电磁波的存在呢 实验证实电磁波存在的人 是赫兹 对不对 这些是我们4-4曾经提过的部分 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光电效应呢 其实就是赫兹 在研究电磁波的过程中 碰巧发现的一个效应 那他们在研究电磁波的过程中 有类似这样的器具 器材 这是一片金属板 金属板照了紫外光的时候 照了紫外光的时候呢 他们发现金属板带正电 照了紫外光以后 金属板会带正电 经过仔细研究发现 其实是带负电的东西跑出去 从金属板跑出去 那在更深入的研究发现 其实这些带负电的东西 其实就是电子 就是汤木森 在之后会发现的电子 那因为电子 从金属板跑出去 那金属板就带正电 电子带负电 跑出去了 所以金属板带正电 那我们如果呢 再加一片金属板 并且把这两片金属板 用安培计做串联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去量电流 首先这个照光产生的电子 我们称为光电子 那这些光电子被对面的电子板收集之后 它可以补回来原本的金属板 再照光再喷出去 再被收集再补回来 所以这过程中 会有电流在这个回路 这就叫光电流 那赫兹他其实是忙着去研究他的电子波 那他把这个额外的发现 交给他的学生雷娜 去继续研究 所以我们的课本呢 就会说 是雷娜在主要研究光电效应的人 那雷娜呢 他想要解释 为什么照光之后 电子会从金属板跳出来 那雷娜和赫兹 他们都是研究电磁波的 所以他们想 我能不能用电磁波的角度 来描述一下这件事情呢 描述为什么金属板 会有电子跳出来 那这个是我们熟悉的电磁波的图形 有电场和磁场 那电场会让带电的粒子受力 当电磁波通过一个电子的时候 它会让电子跟着电磁波一起震荡 就有如 我们这里来一个比喻 有如这个码头 岸边有一个救生圈 那救生圈受到海浪 救生圈会随着海浪而起伏嘛 就有如电子随着电磁波而起伏 这就是赫兹和雷娜的想法 他们认为 电子受电磁波的起伏 就像救生圈随海浪的起伏 那海浪如果起伏 震动的幅度 震幅够大的话 救生圈就有机会飞到岸上 那如果这个电磁波震幅 震动的幅度够大 就可以让这个电子跳出金属板 这就是他们的想法 那实际上的实验结果 我们也用一个比喻 来跟各位描述 那我们这里呢 把金属板比喻为海底世界 这个海底世界呢 住了许多的村民 这些村民就是电子 那今天呢 雷娜就用红光去照射这个 金属板中的电子 那这个红光是电磁波嘛 那电磁波让电子震荡 震荡如果震幅够了 它就会跳出 本来是这样想的 但结果竟然没有看到它跳出 好各位同学 如果你是雷娜 你现在手边 如果只有红光的光源 然后你发现你照下去 没办法让电子跳出 而手边只有红光光源 那你会怎么调整这个光源呢 一般人的直觉就是 我把它的亮度调强一点 再试试看 所以雷娜也是这么做 他把红光光源的亮度呢 调强 亮度调强 其实对于波来说 就是震动的幅度呢 变大 对不对 对我们的海浪来说 怎么叫做海浪很强 就是震动的幅度 震幅很大 这样叫做海浪很强 所以光很强很亮 就是电磁波很强 电磁波很强 就是震幅 震动的幅度很大 那如果我们用比较亮 比较强的红光去照射金属板 这一次有没有成功让电磁跳出来呢 结果也没有看到电磁跳出来 好奇怪喔 用微弱的红光和很亮很强的红光 都没办法让电磁跳出来 但是手边只有红光的光源 那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测试看看 有 还剩下一种方法 就是累积的 用累积的方式 如果我们的救生圈 它在起伏的过程中 它往上的时候 你再给它推一点 然后它下一次再回到这个位置 再给它推一点 下一次再回来之后 再给它推一点 那让它越盪越高 越盪越高 就像盪鞦韆 盪过来的时候 你不用很用力推 你静静的推 再盪回来再推 再盪回来再推 它还是会越来越高 它还是会越来越高 那最后一定可以达到 你想要的强度 那很高很高之后 它应该就可以飞出去 所以雷娜也是这样想 它就让这个红光呢 照射的累积时间 久一点 累积很久的时间 累积很久的照射时间之后呢 有没有光电子跑出来了 那这样就有够匪夷所思了 那我们一开始看到的这个到底是怎么来的 既然用弱的红光强的红光 而且照很久都没有光电效应 那一开始这个 他们看到的是怎么来的 其实是真的照光可以产生光电子 但是久讲真打 同学先不要讲 请问 这一个 我们一开始说 金属板是照什么光 带阵电 紫外光对不对 其实是紫外光 他们发现呢 要照蓝光紫光这种颇长短的光 而不能照这个颇长长的红光 颇长短的光才可以产生光电效应 那我们一样用比喻的 把金属板比喻为海底世界 海底世界住了许多的电子 那这一次我们用蓝光 维纳 这一次用蓝光来照射金属板 除了微弱的蓝光以外 他也把蓝光调强 用比较亮 比较强的蓝光也做一次 那不负众望的 这一次金属板的电子 真的都有跳出来了 真的都跳出来了 飞出去 飞出去 好但不要高兴的太早 虽然有跳出来 但他们遇到了 更难以解释的问题了 那问问各位同学 请问用亮度比较弱的蓝光去照射金属板 和用亮度比较强的蓝光去照射金属板 哪一个情况下会比较快产生光电效应呢 一般来说我们的直觉是 诶这个振动的幅度大的话 他应该比较快飞出去嘛 就像如果你的海浪是一个风狗浪 振动幅度 一下子就升去就飞出去了 如果你是微弱的振动幅度很微弱的海浪 那你可能就要像刚刚说的 你要累积 累积时间够久了 他才会够大 才会飞出去 那所以直觉上来说 强度比较亮 比较强的蓝光 产生光电效应应该会比较快 产生光电效应 而比较弱的应该会需要时间去累积 实际上时间结果是如何呢 这两个都是立刻 立刻产生光电子 立刻飞出去 匪夷所思 匪夷所思 就算你把这个微弱的蓝光调到极端的微弱 像萤火虫的屁股 萤火虫的屁股 那么微弱的光 都一样是照下去瞬间产生光电子 那很难用我们的电池波浪的理论来解释 那我们来做个总结 第一个 我们原本以为呢 累积够久呢 就可以产生光电效应 但结果实验 结果并不是这样 实验结果并不是累积够久 就会发生 而是可以立即发生 那第二个是 但是我们原本以为光的强度啊 也就是它的振动的幅度 振幅 是产生光电效应的主要原因 主要因素 但实验出来的结果也并不是这样 那什么才是主要因素啊 我们刚刚介绍的实验结果 红光不管你是多强 强度如何 红光就是不能产生光电效应 蓝光弱的强的都可以产生光电效应 所以重点是在什么 在红或蓝嘛 那红和蓝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频率 差别在频率 那我们这里顺便做一个补充 其实呢 它是由频率来决定 能不能产生光电效应 所以它存在一个底线频率 什么是底线频率呢 我们先把底线频率叫做F0 红光的频率叫做F1 蓝光的频率叫做F2 那底线频率就是 比蓝光低但比红光高 红光没办法产生光电效应 蓝光可以 那介于它们之间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频率 恰恰好产生光电效应的 比如说举例 黄光 这只是举例 不一定是刚好黄光 比如说这个黄光频率F0 它刚刚好可以产生光电效应 让电子刚刚好跳出来 这叫恰脱离 那比这个黄光频率还要低 比如说红光F1 就不行 就不行产生光电效应 比黄光频率还要高的蓝光 就可以产生光电效应 所以黄光就是最低标准 比它低不行 比它高可以 所以它叫做底线频率 好最后呢 我们总的来说就是 没办法用电池海浪的模型 来解释这些实验结果 也就是说 电池波的理论 在解释光电效应上 是完全失败 所以这为什么我们说一开始 我们一开始说 它在历史上有很重要的定位 光电效应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它让人类发现它 我们没办法解释它 在当时没办法解释 那代表它内部有更深的学问在 那经过深入的研究以后呢 它扩大了人类对光的本性的认识 扩大了人类对自然界的理解 所以光电效应是一个很重要的实验 那要怎么样去成功的解释 这两个实验结果呢 后来有爱因斯坦 他提出了另外一种模型 而不是这个电池波浪的模型 他提出了光量子模型 用光子的角度来解释光电效应 那我们就下一节课 再来介绍光子的模型 谢谢各位